大家好,欢迎收听网向编辑部的节目 今天有一个新西兰的以德台仰 节目开始之前,希望大家点赞分享和订阅 订阅,请记得订阅网向编辑部正向部和晒冷戏 继续创大纵纳无色力量 今次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澳洲话题 大家看到我们这个封面也知道 会涉及在云南的大将 而这批云南的大将在中国境内走来走去 事实上令到当地不少的道路、农作物都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虽然是这样,中国政府没有用那种很激烈的手法 去趕着他们相反 就是透过不停观察,看着他们的路线 以及用一种有道的方式 令到他们这批大将可以避开一些人口密集的地方 还有破坏了的农作物 很多的农家都会获得政府的补助和赔偿 正因为这样,中国政府派出大量的人力物力 去观察着这批帐群 观察着他们的淘宝的轨迹 而且他们的作息生活的习惯 有些相片看得到也甚为可爱 而这些相片去到外国也获得不同的社交媒体转载 甚至乎一些论坛转载 正因为这样,中国在这批帐群保育的工作上 事实上真是无限可激 试问有哪个国家可以容许一批帐 四处行框 走来走去 周围都导致大大小小的破坏 虽然这些是破坏 但是帐本身就非常稀有 加上社交媒体极风传 很多不同的相片 在国外论坛或网站都纷纷转载 但是这样,做得这么好的事 自然也有西方媒体觉得不太好 有什么企图呢?有什么居心呢? 平时也不见你们保育得那么好的 为什么这次对这批帐群这么细心呢? 这次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澳洲的媒体 怎样去看这件事 事实上,这批中国帐群迁律的图片 甚至乎一些视频 在五月以来就应该引起了全球的关注 加上在不同的媒体里面 那个回响也都非常正面 但是有些媒体并不会是这样看的 在澳洲就有学者认为 中国政府这样做 只不过是打一个形象战 这是中国政府最新的武器 为什么? 因为习近平说过 要塑造可爱的中国形象 原来这批帐群是有政治目的 这么说都可以 真是的 据这个Sydney Morning Heron 雪梨神风报 和另一份The Age 世纪报 这两份都是澳洲大报 他们就引述 墨尔本大学高级讲师 标题就这么说的 疫情之下 形象战击化 北京当局 采取利害的手段 一开始就说到 中国云南省 迁迁整个轨迹长达五百多公里 并且也衍生于昆明史郊 当中有十四头野生亚修象 而今日已经成为代表中国的明星 值得注意 你批象 大家看到在我的图片就是这样 背脊贴脊睡觉 还有在片段视频里面 也都见到 小的象仔 被大的大笨象围住在中间睡 场面也都非常运气 另外也有些视频 讲到就是 有些小的大笨象 有些地方就爬不到上去 就由象妈妈托一托她的屁股 顶了她上去 一个T級 这些视频 事实上在社交媒体上 尤其是外国的社交媒体上 也获得大量转载 正因为这样 中国政府意识到 这些影片 就有助替国家的形象做宣传 它引述到 中国官媒 《环球时报》的英文版 在6月18日的一篇文章 当中提到 感谢这些大笨象 令到真正和有爱心的中国形象 突然出现 很多时候 为什么我们经常认为 《环球时报》 有时真的是 倒米寿星 来的 你不要爆出来 大佬 《环球时报》 真的有那句就说那句 就算是真的 都不应该整套计划 都说出来 是不是 当然 我自己就不相信 这是一个形象工程 事实上 这些大笨象 的而且非常稀有 你很难引导 或者强迫 令到它 去回它们原来居住的地方 因为它们体型庞大 就算你要 将它麻醉 再加上它们 连群结队地走 你究竟要多少 多少人手 才可以将这么大批的帐 先麻醉 然后运上卡车 再搬回它们 去 它们的原居地 其实是很困难的 有见及此 中国政府 就动用巨大的人力物力 为它们开牢 利用一些食物去引诱 令它们不会太靠近 密集人口密集的地方 正因为这样 亦都要利用一些高科技的 产品 例如无人机 不停地监察这些大象的轨迹 而这些相片 亦都广泛转载 有时场面也非常温馨 但当获得这个转载的时候 事客观上 的而且确令到 中国形象有所提升 但这并不是本意 本意就是什么 就是令到大象 能够走他们自己需要走的地方 同时也不会太干扰到 人类居住的地方 这大象是很稀有的 很罕有的 亦不能够 随时杀光它们 一级保护动物 又怎样可以杀的呢 它们的命 分分钟 值钱过我 哈哈哈哈 本来中国政府 就有一系列的政策 是应付这些生态保护的 而今次 因为这批大象 实在是数量众多 而且是一大群的 所产生的破坏 亦都非常之多 据报道 这批大象 已经造成大约 七百万美元的损失 虽然是这样 幸好有中国政府 一力承担 正因为这样 当地的农民的反弹 亦都不是太大 而造成对中国形象 有正面有所提升 都只不过是一个 并不是刻意去营造的结果 但是 澳洲媒体 就真的不是这样看了 大象牵扯的影片 和相传的时间 正正就是配合了 习近平的指令 习近平下了什么指令 就是要求 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 同时也强调 要为中国 塑造一个可信 可爱 可敬的形象 而这批象群 迁徊成为国际 话题的时候 澳洲的媒体 就借机攻击 说这是整件事 都是中国形象的宣传机器 你这样说啊 大佬 这批象不是中国政府邀请 摆他们的 是他们自己走进去 乱走 如果再任由他们走的话 造成破坏更加惊人 万一和当地的群众 发生起冲突的话 那个危险性 真是可大可小 但是 去到澳洲 就说你们做宣传而已 为什么呢 因为 你们澳洲 自己的保育 问题 都好像 不太行 真必施 较早前 亦都有节目说过 澳洲的大保肇 现在白化的问题 非常之严重 而这些问题 不是澳洲自己的问题 不是单是澳洲问题 这些是全人类的问题 保育 是属于全球人类 共同需要面对的问题 但是 去到澳洲媒体 就视为一个宣传工具 唉 所以有时 这些媒体 偏颇的报道手法 其实 就很无谓 这样做 你不会 将中国的形象 踩得更低 只会显得澳洲的媒体 越做就越少加 这不是所谓 可爱中国形象的宣传武器 本来 保育就是要 应该这样做 只不过 出现一个正面的反应 这是意料之外 当中 他也问到 墨尔本大学的港师 这位港师也说 这位港师 其实是华裔 姓林 林小姐 就说 我相信这个人 挺反中国的人 反中国政府 应该严格来说 他就这样说 其实是中国 是中国长达十年的 争夺话语权 的众多例子之一 媒体也问他 关于中国的形象战 你怎么看 是呀 这位林小姐 解释 随着 中国已经成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习近平 迫切 需要令到 中国在 相应的地位 有所提升 尤其是 形象方面 有见及此 中国官方媒体 也致力于海外扩张 动员 亲中的商人 收购世界各地媒体 中资企业 亦都增相 掌控全球 维生电视网络 通讯等等 基础设施 这位林小姐 我想她是 做什么 她是玩回 当地澳洲媒体 为什么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 因为 中国在世界各地 所谓的媒体 掌控 只是 极小部分 能够掌控 只是极小部分 即是哪部分 最主要 都是一些华语媒体 事实上 华语媒体 也不是 全部是 跟中资有关 很多时候 都是海外华人 自己搭建一个媒体 根本 就跟中国无关 至于一些 卫星电视网络 卫星电视网络 成百上千 这个世界 中资企业 有拿来做吗 这个绝对不可能 但是 在今年年初 CGTN这个频道 就在英国 被人取消了牌照 后来 就获得 在德国 又成功落户 才可以继续廣播 喂 中国 只是在欧洲 有一个 这样的媒体 都可能 被搞到 连一个台都没有了 至于说到 澳洲 目前能够看的台 也非常少 还有收视率 也低得惊人 不过 这些都要做 主要看的人 都是 华人多 华人在海外 每个国家都 占少数 在这样的情况下 究竟 为什么他会说是 智力向海外扩张 和收购世界各大媒体 这些 又是子虚护有 跟着 这位林小姐也继续说 中国最近 交注重 形象战 对去年 2019年 新冠病情 对病毒起源 有所争议 因而发动宣传攻势 他指出 中国去年 即是发动 战狼 攻势 什么战狼外交攻势 令疫情 起源自美国的假消息 亦都在网络上流传 老实说 中国就没有流传什么 新冠起源自美国的假消息 中国官方 中国外交部 有提及过一样事情 就是 在美国的病毒实验室里面 究竟 有没有 洩漏病毒呢? 为什么 中国外交部会这样说? 因为 美国长期指责 中国的武汉病毒实验室 有洩漏病毒的可能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说回来 美国的病毒实验室 有洩漏的可能 其实就是对等的 事实上 究竟 从客观来看 哪一边的接受高一点呢? 老实说 大部分的人 都会相信美国多过中国 这是一个客观的现实 没办法 亦都很不幸 幸好 真是懂事的人 就不会理这些事情 但是 过去 美国对中国的污蔑 还不够多 好像这位 林小姐一样 她自己 我相信 她自己都相信 病毒是来自 中国武汉实验室的 还有 她也说到 新疆维吾尔族人 被迫害的 紫虹 这些紫香又是 捏造出来 在海外 都有不少人相信 这个也是很不幸 但是 虽然 多人相信假消息 谣言 中国也有权 维护自己的形象 是不是 你不能够 将所有东西 都赖去中国 尤其是 一些无证无据的事情 中国反驳 有什么问题呢? 原来 当中国反驳 就视为 战狼外交 这种 非常无契 接着 这位 林小姐 继续说 中国投入了数以百万元 自禁 向世界各地的实体报章 自入宣传 有没有自入宣传呢? 我自己看得到 我自己看得到 非常少 有是有宣传 做什么宣传? 旅游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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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问题? 很多国家自己都做的 原来 这位 林小姐 曾经参与过 国际记者联合会 她开手 揭开中国全球策略报告 她原来是共同作者之一 这个林小姐 原来都是老作多的 就是作者 她作了份报告 就叫做 揭开中国全球策略报告 她就说 中国在全球疫情期间 运用一些聚事手法提高自身形象 致力重塑全球媒体格局 报告也指到 中国的信息战力量不断增强 呼吁全球新闻从业员及员工 保持警惕 保护新闻独立性 免受影响 另外 她在过去 也出版过 一些关于六四的书籍 我相信这位林小姐 对中国政府的仇视 颇为深 而这类的海外华人 在海外什么时候都会有一两个 正因为这样 澳洲媒体 就特别喜欢 找这类华人 本身 他就装到 好像一个 专业的人 因为他自己本身 都是在墨尔本大学 担任高级港师 媒体就很喜欢找这些人 来做访问 而这种人就很喜欢 对着媒体 含血喷人 正因为这样 就造成另一次的 负面的新闻 这种循环 是长期在澳洲存在的 亦都成为澳洲媒体 的一种生态 一种很特别的生态 好了 今节就说到你为止 下节回来 再和大家分享其他的话题 拜拜